M.I.H.A. 心活台 小丹教學和你一起吃喝玩樂 小丹教學 大家好!歡迎小丹教學 在你節目主節目 我們之前改善很多髮工 也教過髮妝 也叫髮妝 其實也很好 但有些不妨碌 因為很多女生都不太好 因為顏抹目去黏 所以在我們今天 很少會去談 看顏抹目的 urban 其實市面上,大家會買很多不同的眼睛 很多時候會怕,只要這樣做效果很誇張 我首先教大家怎樣做一些顏色 其實我們不同的人,不同的眼睛都會有不同的 例如,如果你的眼睛會比較表現圓 如果想有一個前夕方眼型的效果的話 我們正常會選擇前轉後長的眼睛 前轉後長的眼睛就是,如果你的血毛上 拿起來的時候,你會看到前面和後面的長度不一樣 前面小小小的慢慢,後面長一點的話 就可以看到臉部,眼睛就會更長一點,拉長一點 若果,相關於脈,這女生的眼睛是不夠圓的 可能有細長一點的眼睛的話 我們就可以選擇一些本色是中間長,前後轉的本色 如果用這些本色的話,你只要進去眼睛那裏 因為它最高點就是在背中央 而臉部會有拉完眼睛的效果 當然,就算買了眼睛的眼睛 我們也要適當地修斷,才會很漂亮 有很多人會怕,就是會誇張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我們選擇貼毛,長短是其次的 其實我們有時候,為什麼會一下子 就會覺得臉部很誇張呢? 其實是那個假貼毛,那個粗度的問題 例如我現在手上的這兩款貼毛 大家會覺得哪一款比較特別呢? 好,其實我們貼上去,正常會是 這個會比較硬一點的 這個感覺會比較硬一點的 這個感覺會比較硬一點的 但是又不是說硬一點的 有時候你可能硬一點的 這個感覺比較硬一點的話 這個會比較好看一點的 但是,就不代表這些,黏上去是完全不硬的 好,因為我剛才看起來是 它反起了之後的形狀 這個反,就是向上彎的形狀 然後再細細一點,在面前看過去 最終你貼上顏色之後 這個形狀 其實如果這兩對這樣反起之後 那個比較本身取出實質素 其實是會可以看到あの 這個ячled毛的那樣是差不多 這對小虧以前是ú ellos 而這個木質實質質素 為什麼這兩對小虧 натя hypothes 看起 payroll Pues 這對小虧虧 雙方的位置很明顯 會佔妝的妝容很濃和奇怪 所以鮮味也會比較適合 大概本質可以這樣選擇 有時會見到雙方的款式有不同 有時同學會問我 每些粗糰都會以為做節目很誇張 我想和大家說粗糰有粗糰的作用 例如粗糰的粗糰是很穩定的 放進去就一定有形狀 如果這些是幼糰的地方 或是幼糰的地方 其實我們需要自己去把形狀貼上去 第二段 其實在粗糰的時候 是容易貼的 但是反粗糰不會再繞 粗糰會濾出 到最後 這時候也是設定反起的角度 或是反起後 把形狀是軟 才是最後的效果 所以 如果反而分手的話 我就建議大家 想用這些粗糰的 其實粗糰的鐵毛會比較容易 很舒服 到修剪的問題 如果我們要切毛的話 我們就不可以一塗完膠 整排粗糰的 因為我們的眼睛 其實會是斬眼的 斬眼的 可能是一兩下的問題 就是你斬著粗糰的話 其實你已經斬了幾千的眼睛 是真是會無線的眼睛 我試過在美學化妝前 有個化妝師幫我黏著毛 我通常覺得有點刮眼 眼頭眼尾都有點刮 所以我就沒有理會 然後到晚上就開始痛了 那為什麼呢 原來有點淺了 有點膩 所以就不要小看 反粗糰出來的 有一點銀眼的威力 如果一天這樣 就好像女生穿高跟鞋 刮腳 後面刮腳 然後刮身後 刮腳 所以我們這個程度 是需要一個適合的長度 那什麼是適合的長度呢 好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眼睛 都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 我們眼頭前面的白色部分 就叫做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 中間筒筒而用的部分 我們叫做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我們為什麼要去刮刮呢 好 其實你的眼頭去到 你的桃桃之間的二分一 就是第一部分的中間位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起刮刮 在這個位置開始 在這個位置開始 你去量度 然後 放到眼尾的時候 眼尾這個位置 我們如果是 這個位置 剛剛尾 背上 拖出來的那些 便可以刮刮刮 不過就是提醒大家 很多時候 你買眼睫毛 它本身 反鋪後後 都會有一些很刮刮的部分 這些部分 我們就不放去切割的部分 所以 我先刮刮刮刮 像我現在這一對 我便會 頭頭到尾那條板 保持這條板 我現在手上的這一對 是中間筒前後轉的款 好 如果大家想保持這個款式 令眼睫毛軟一點的話 我便提醒大家 如果你要轉的話 你要前後一齊去轉 才可以保留中間長 前後轉的效果 如果你一度 看到眼力多了出來的部分 你更明顯的話 其實保存度上 這個角度 便會變成前轉後 這也是大家要吃一次的 我自己的眼睫 其實上眼比較不夠圓 所以我都喜歡黏中間長 前後轉的款式 如果我的眼睫 因為眼尾都會比較黏 這個位置 我自己習慣 將眼前後轉的效果 上下滑了一點 你的眼睫會不會黏的 如果我會黏一些 前轉後長的款式 我剛才說過 我的眼睫會長一點 再加上 我的眼睫會黏的時候 很多一支 就會有一點熱門的感覺 即是搖搖死的感覺 但這個功能不是不好 你可以出去畫的時候 或者是wild的 你可以這樣做的 但如果我這支緊鋁液的眼睫 我會不會太喜歡 意願的感覺 可能我今天穿的衣服 都不太喜歡 所以我會保持 就像中間長後轉 這樣便可以了 如果十高 我今天都會穿得 很輕鬆的款式 我最好會用這些款式 你會比較 那些穿著的衣服 就比較適合我今天的衣服 但如果我進去 比較濃淑的情合 便可以用這些比較 深一點的款式 整個眼妝 看起來會很紮切 但想讓大家看到 剛才這支是絕關係 我今天會用這個衣服 給大家寫的 但如果大家自己是 平平平平平平平的 可能正面貼這些款式 已經超過了 好 那我便是 現在先量度 我自己眼睛的長度 好 那便會由第一部分的中間位 開始去剝 剝到眼尾了 其實剝我的眼睛 就不用剝的 因為其實我剛才頭尾的 那個很小的眼睛 剛剛剝的 很軟 然後剝的位置 對於我而言的眼睛 剛剛好 好 後面這個位置 沒有塗出來 我們便會用這個 好 但我們是怎樣量度 這條毛 手勢是怎樣放下去呢 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很多時候 我見一些女生 在剝皮毛的時候 經常都是這樣握 皮皮毛 這樣去握 一定是會碎的 因為你的眼睛 抹大的時候 是不會黏著形狀的 然後怎樣放到 放不適合的時候 放不適合 放不適合又放不到 最後怎樣去切呢 其實我們只要把手 好 反一反 好了 手指弓在上面 壁紙在下面 然後 你就可以縮住鐵毛 手指弓在上面 壁紙在下面 縮住鐵毛尾部的位置 然後 做一個 將鐵毛向外反開的手勢 反那邊是向自己的 最後 做開 把手指打開 對面轉左邊 視線看 因為我們要看鏡頭 會這樣看 好 如果你是保持到這個手指的話 我們就是 對面 由上至下 慢慢 放上去 保持著 把眼睛抹大 其實你是這樣做 做到的時候 就沒有可能黏不到 做過是這樣做 雙方方法 由上至下 這樣塗下去 只不過是沒有膠水 黏著後 是有膠水 所以 有很多人很驚訝 為何我可以一下子 黏到鐵毛 是手勢的問題 再做多一次 壓下去 之後 由上至下 好過 為何不是由前後後 好過呢 其實我們本身都有些鐵毛 如果鐵毛 會有點歐歐 如果鐵毛 有膠水 一拆下去 很多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自己的鐵毛 跟鐵毛 黏在一起 然後 你自己的鐵毛 就將它 向外推了 拆進去 拆進去 所以 我們就要 由上至下 這樣 像俄羅斯方法 由上至下 拆下去 所以 如果這刻 有膠水 就要撕下來了 好 這個手勢 大家就要慢慢練習了 好 我現在就示範一次 我們是怎樣 切鐵毛 切齒的步驟 給大家 鐵毛 你切齒了 長短也都切好了 但是 還未夠 供應可以 塗膠水 因為 我們本身的鐵毛 都要先處理 所以 我們要有 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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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鐵毛 那麼簡單 其實 我們 就要配合 你本身自己的鐵毛 反面的角度 都要比 鐵毛一致 我們鐵毛 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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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不加快 鐵毛 鐵毛 而是用一個比較高深的學問 因為眼睛的形狀是立體的 所以這個睫毛頂的弧位 是透過眼球的形狀去設計 而這個頂部的位置 是被我們向眼窩的位置去內屈 從此做到把眼部部位置拉合 然後在這個位置的膠條 就塗起上面這個筷子 就會做一個夾住的效果 夾的時候就會把膠條夾住 所以就不是這樣拍下去就不行 是這麼簡單的 我現在先試一下眼部部位置 想報讀化妝課程又或者了解一些詳情的話 就記得搜尋右下的QR Code 譬如MIHK多看一下 沒有精神貴奶奶 有沒有東西給我刷下電啊 兩千人的六連斤韓國紅心液光導理 它再用營養成分達至最巔峰的六連斤紅心濃縮製成 輕便獨立包裝 試開馬上飲得 隨時幫你改善血氣醒路提神 做事自然有心機啦 五天裝試飲都只是一五塊 立刻到MIHK網店訂回充電啦 就算了 就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